7月8日日本時間上午11點30分左右 前首相安倍晉三在那一梁街頭進行演說 才剛上台講了2到3分鐘沒想到 連續傳來兩聲槍響 安倍晉三突遭後方一名男子持槍攻擊 男子隨即遭到壓制逮捕 據了解 嫌犯為41歲的三上徹野 曾在海上自衛隊工作3年 於2005年離開工作崗位目前無業 有民眾拍到他在案發前 就在附近徘徊伺機犯案 安倍在演講途中遭受槍擊後倒地 讓現場民眾陷入恐慌 嫌犯三上在被逮捕後稱自己對安倍不滿 想要殺死他 但並非因為政治理念 詳細犯案理由還需要調查 安倍在直升機護送下緊急送意 但在日本時間下午5點47分 卻傳來不幸的消息 安倍搶救無效過世 享受67歲 對此在台日籍藝人Makio則表示 覺得傷心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個好人走了 希望以後都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出身沖繩的艾莎 也說得知消息的時候非常震驚 不敢相信會發生這件事情 夢多則表示不願評論 Tomoさん加賀美至酒 則表示相當震驚 不論有什麼樣的理由 這樣子攻擊人是絕對不可以原諒 對於安倍的離世感到相當遺憾 也擔心在場的所有民眾 在眼前看到人被射擊 一定會受心理傷害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其實日本也沒有那麼安全 還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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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深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